被誉为千古第一谋尘的刘伯温 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思想见解 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智慧 他的五句名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也为我们现代生活提供了宝贵之道 欢迎来到火着 今天我们会说一下刘伯温的五句智慧名言 刘伯温 明姬 自伯温 号清田 袁莫明初的著名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学家 他自幼聪明好学 擅长古文 兵法和天文学 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 被誉为开国元训 他的卓越政治才能和深脆思想 让他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第一句智慧之言 进水之鱼信 靠山使鸟鹰 字面意思是 住在水边的人熟悉鱼类的行冠 住在山边的人熟悉鸟类的名声 这句话提醒我们 亲生体验能够带来更深刻的理解 这句话启示我们 了解数据本身需要亲身体验和观察 人与人交往中 要了解他人也需要时间和接触 比如在职场中 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了解同事的工作风格 短暂的会议远不如一起合作 完成一个项目来的深入 这种亲身的体验和观察 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人的特点 也让团队合作更加和谐 这句话告诉我们 能够应对各种变化 依靠的是专注和冷静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保持专注和冷静尤为重要 无论是面对工作挑战还是生活困境 专注和冷静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观察 思考并做出明智决策 比如当我们需要在有限时间内 完成重要任务时 保持专注力 减少分心是关键 同时冷静面对压力 清晰地分析每个步骤 有助于提高效率和成果 第三句 能嫌世人之所忙 方能忙世人之所嫌 智者在他人忙于所事时 能保持宁静 而在他人无事时 能追求更深层次的价值 这句话教导我们 不要被外界的节奏牵动 而应由内心的目标去动 在别人忙碌于表面事物时 保持冷静和清醒 更专注于长远的目标 比如许多人在手机上 浪费大量时间 而有智慧的人会利用这些时间 来学习新技能或冥想 这种内心的宁静与专注 让他们在看似无事时 反而收获了长远的益处 他比喻了处理问题的智慧 扑火者不会直接营向浓烟 而是寻找火源从根本解决问题 在面对问题时 找到根本原因 并提前防范 远比直接应对表面现象更有效 这种思维方式 让我们能够预见和预防问题 而不是仅仅做出临时反应 在日常生活中 比如我们遇到健康问题 不要只依靠药物来指标 而应从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等根本方面去改进 才能真正避免反复发作 第五句 海那污然后成其大 均那重然后保其容 大海之所以广阔无边 是因为他能容纳各种水流 君主之所以尊荣 是因为他包容人才 这句话教导我们 无论是个人还是领导者 都应具备包容心 接纳不同的观点 能拓展视野 也能增进团队和谐 在团队管理中 领导者若能容纳不同背景 观点的人 往往能创造出 更具创新力和包容性的团队环境 比如在公司决策时 聆听各部门的不同意见 有助于达成更全面的方案 刘伯温的智慧告诉我们 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 看清事物本质 保持专注 并以包容的态度面对生活 希望这五具智慧之言 能为你的人生带来启发 评论区分享 您如何理解这些智慧之言 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呢 谢谢观看 请点赞订阅并分享 与今共勉 只为活着